把这个资料,这个是下载的全部资料 这个范围定义成一个名称叫大乐透 用定义名称嘛 然后呢,再来就是利用什么 用那个康乙甫去算说一号 出现的几率是多少 然后把它用什么按右键 出现格式,把它格式化成什么 万分之多少 分母是一万 分子是219 用这种方式呢,可以看出说 它的几率大概是多少 最后的话呢,并且用rank.eq 把它的几率全部算出来 那rank.eq我这边是用名称 所以这个名称的话,其实就是 下面这个范围的名称叫做几率 所以大家特别注意,顺便也要学一下 我是建议你慢慢习惯 尽量我觉得还是用定义名称 会感觉用起来 这个上面的公式名称比较没有那么混乱 有没有,你会看这个地方 大乐透 有没有 就是去帮你把大乐透这个范围在哪里 在这个范围里面 帮你把它找一下 找哪一个呢 找A2 甚至你这个A2如果不想用叫A2的话 你甚至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叫做号码就好了 号码怎么做 把下面的范围你把名称先复制起来 然后把下面的这个范围 Ctrl 去的向下 把它怎么样呢 左上角这个名称把它贴上Enter就好了 那这个下面的范围就叫做号码 那以后的话呢 甚至你这边A2也不要用A2啦 用什么?用F3 把它叫号码就好了 那它就自动会去抓那个号码 就可以帮你完成了 有没有,那向下填满 那另外一个好处啦 将来如果你要写VBA 直接一次输出的话 你就把这个公司贴到VBA里面RAW 你上面公司都不用修改 我觉得用名称定义 优点其实蛮多的 应该是Z大于B 像我用那个就是利大于B 所以Z大于B 有没有 所以我刚开始看到这什么意思 Z 所以这个叫利大于B 就是好处应该会比较多 所以以后我建议如果你不太习惯用那个定义名称的同学 可以尽量去使用这个定义名称来处理公式 然后再来就排名 排名我这边也是一样 用那个定义名称 这个范围叫几率 那就是在这个几率里面 那特别是他第一个要找他自己的LUMBER 所以如果你只向自己本身他只需要一个的话 他会找同一列的 同一列的这个范围的资料 OK 那如果他要的是一个REF REF通常是要一个范围 所以他就把整个范围的资料把它抓过来 然后帮你去看一下你的成绩在这个范围里面排第几名 然后排出来了 OK 那最后如果我希望说在这个排名里面 帮我把排名呢 是在前七名的 因为刚好如果要签号码一定要七个号码 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是不是 其实我没有签过 OK 那所以如果假设我们需要七个号码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以前的做法是 我们是如果这个排名小于等于7的话 所以可能以前做完了 把这个号码复制过来 第一个 这个第二个 这个第三个 那当然不是要叫你用人工作 所以其实你可以写一个程式 向下 所以上个礼拜好像有讲到 前七名怎么样 刚刚逻辑你可以写一个回圈 For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OK For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判断说它的C栏 这个是C栏 Sales的I列的C栏 是不是小于等于7 如果是的话呢 就帮我把那个资料 同一列的资料呢 帮我call到D栏这个位置 同一列 所以你看这个SalesI列的A栏的资料 是这个 帮你call到这边来 call到哪一个 call到D栏的哪一列呢 当然我前面讲过嘛 你这个地方预设是第二列嘛 可是大概会第三列 所以我们可以给一个K K的话呢 就是将来他可以第一次预设值等于2 第一次放这里 那下一次的话呢 就是什么 K等于K加1 就加了1 变2加1变3 就放在第三列 再下一个第四列 一次类推 OK 当然之前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K等于K加1 可不可以放在这个外面 放在这里 可以吗 可以吗 放外面跟放里面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你放里面的话 就是当他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才会帮你加1 可是如果你放外面的话 他变成说他每跑一次就加1 所以每跑一次就加1的话呢 你会发现 如果放这边执行 你执行就知道了 你会发现 第一次放这里 第二次放这里 那即使他其他地方 也没有进到这个逻辑 也会帮你加1 所以你会发现他变成这样子 那就不是我们要的 有没有 所以这边说 一定要放哪里 放在这里面才对 OK 之前有同学问的 然后当然如果你不确定 OPPOK 你可以把它程式跑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再把这个范围 这个把它删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放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要执行他 先找到1 1 4 然后就K等于K加1 把它加了1就存回去 K就等于3了 有没有 然后下一个就变D3了 所以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D3 然后再下一个D4 一次类推 有没有 一个一个让他 把它向下就把我们的 7个号码就抓到了 分别是1号 2号 8号 有没有 11号 你会发现前两个 为什么几率这么高 因为他在抽 这个好像是用人工去抽 那个 号码球 他到那个球的时候 没有把它弄 弄匀 一抓 刚好就是1号或2号 OK 这个 然后其他的话 再来 那 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出那个几率部分 不过后来我有做一个变化 我讲说 那个前7名的部分 我们现在的逻辑是 如果我要抓应该是 怎么样 只要小于等于7 这个条件为出了之后 他就帮我找 所以排名只要小于等于7就找到 但是呢 后来我好像改了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规则改成呢 按照1到7名做顺序排名 所以我希望 把这个顺序哦 我希望第一次抓到的是 应该是8号 8号先放 为什么 应该先抓第一名 再来的话呢 抓第二名 第二名的话在哪里 第二名第二名 在这里 抓41号 所以先抓8号 再抓41号 再抓什么 再抓31号 所以哦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写一个这个程式 请你按照什么 1号到 按照第一名到第7名 去帮我取得 我要的 这个资料 并且 放在我指定的这个 范围之内的话 程式该会不会撰写 OK 其实像这个程式可以拿刚刚的程式来改就可以了 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 就OK了 因为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第一个 所以啊 这同学回去后来有问了 我觉得有些同学回去还蛮认真的 一直在思考说 哎 这地方怎么写 哦 其实真的吧 那个像这种程式哦 很花时间啦 但如果你可以想得通 学得会 哇 那很多事情就好搞定了 为什么你工作里面都是这些东西啦 有没有 你只要把你看到的逻辑 写成对应的程式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你就不用土法炼钢了 OK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变成 你就要跟程式一样 程式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因为程式在跑回圈嘛 那你就变成 你就是回圈了 你就变成像机器人一样 如果你那个资料范围越大 你就跑越久 跑到头晕脑上 最后结果 也跟程式跑的是 结果是一样的 而且啊 程式好处是 程式你下一次再跑就好了 你下一次 但是你还要在做 所以如果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那等于你就是一直在 做重复的事啦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啦 就是人会累嘛 眼睛会累嘛 对 手也会累 但是电脑不会累啦 而且电脑好处是 他7-11一样 24小时工作啦 电脑打开就好了 现在电脑 有些甚至都不关机的嘛 所以啊 如果把程式写好 时间到就让他自动跑就好了嘛 随时都让他自动做就好了啦 你就根本不用做啦 而且哦 厉害的地方是你还可以写很多支层次 同时在跑 对哦 不只抓一个网页嘛 你可以抓全世界 假设你眼睛够大的话 你可以把全世界的股市通通抓回来分析嘛 全世界的汇率抓回来分析嘛 对不对 然后你还可以赚个差价 之前就有学生说 哇老师 这学会的话 其实光那个 那个利差 那个差价 如果把它放大 来看的话 其实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但我们野心不是那么大 因为我们也不是从事那个领域的工作 所以很多那个 跨领域的需求的人 如果你会这些东西的话 你会发生 实际上就可以减轻很多负担 本来做不到的 其实都办得到了 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电脑开着 二次只要让它转 时间到就让它转一下 OK 只是前提是 你要具备有个能力 就是把你要做的工作流程 把它写成对应的程式 OK 这件事情 如果你有这方面训练的话 那以后很多事情就简单了 现在当然企业也是要 减少人力开销 因为其实 你看如果那些人 每天都做那些事情的话 倒不如找一个人会写程式 把他们的事情全部都解决了 那些人的空缺就空出来了 所以第一个你会发现 可能以后企业在用人的时候 的条件 可能要是我的话 一定开锁会写程式的人 最好会写Excel VBA之类的 OK 为什么 因为就通常把它写成程式 整个程式写完之后就OK了 第一个 第二个话呢 效率呢 也就大大提升了 有没有 你如果人工来做 大概可能做个好几天 但如果你用程式来做的话 不用嘛 不用那么久 一下就OK了 所以这边说 这个地方逻辑怎么写 这边说 大概写的部分 因为我们大概可以观察 几个地方 哪个地方 因为呢 我们原来的写法这样 它的叙述方式这样 就是从头到尾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帮我去check什么 check c 栏底下 所以哦 它是从头到尾去check哦 所以check到之后的话 假设条件是小于等于7的话 OK 所以它一直找 这个4 就把这个抓过来 这个4就把这个抓过来 所以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那可是问题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修改的话 可能要修改几个地方 第一个 我这边的条件 就不是小于等于7哦 而是什么 而是等于多少 等于1 第一名 等于2 第二名 等于3 第三名 这样子 那当然问题来了 你可能需要什么 让它跑 就不是跑一次就好了 因为不是循序找完 而是什么 1号先找一遍 2号再找一遍 3号再找一遍 也就是你可能要找7遍 那如果你要找7遍的话 你可能第一个要把变成这样改 然后第二遍的话怎么做呢 当然如果比较不会写这个程式的同学 可能会这样想 就是第一次是等于1的帮我放在这个k 这个地方应该是D2 ok就放在D2 然后把这一段Ctrl C 然后把它贴到底下 变什么 找2号的 就从头到尾再找等于2 把它放在D3的位置 然后再Enter一下 再把它贴 再找一遍 然后这边把它找3号的 然后这边变成什么 变成找 放在D4 D2 D3 D4 假设我找123名 3名就好了 那你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跑这样 先找8号找到了 就是它是等于1的 第一名的 再来等于2的 那就是41号放在D3 再来等于3的第三名 那就放在D4 那你想说在底下怎么办 难不成就一直贴吗 第4第5第6第7 ok 不过你也想说 这里好像怪怪的 为什么 因为明明好像有些地方好像重复了 那重复为什么一直写呢 ok 所以 就有同学就是想说是不是要改哪个地方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 其实你就不用 假设你要跑7次的话 其实只要改个地方就可以了 只是说 这个逻辑 怕有些同学不太能够了解 所以我用这个方式先说一下 那如果你要真的自己写的话 其实很简单 这底下这两个就不用写了 那我们只要怎么样 多做一件事情 如果要让它跑7次的话 请你先在这个什么呢 这个缝回圈的上方先按几个空白 然后我的习惯是多一个 多一个变数 叫J好了 4J 等于什么 等于跑7次嘛 所以1到7就可以了 如果你希望让程式呢 跑7次 底下输入一个next 然后再来怎么样 你可以把中间这一段程式 放在这个for回圈里面 它就跑7次了 ok 特别是哦 如果你要让一个回圈 再去跑几次回圈 你就是在这个回圈外面 再包一个回圈 它就帮你再跑几次了 不过这个难度当然比较高了 这边两层的回圈 就做两次 ok 两层它已经算是很多了 甚至好 有人甚至写过三层四层 如果太多层 反而太复杂 当然你分段写来比较ok 假如这样哦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把底下这一段拖拉到 这个for回圈里面 跑7次 接下来你可以把这个按个tap 让它下一阶 如果你不按tap的话 这样看起来会很容易混淆 因为for 如果你不换那边 for到底对哪一个next 看不出来 这样的话就一目了 这个for对这个for 这个for对这个for ok 那再来的话我只要把这个程式 再修改一个地方应该就ok了 所以它不是1到7 那我第几名的话刚好这个地方 就把等于几 换成等于j就可以了 ok 等于j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数字 这个 这个 这个数字 就直接怎么 每跑一次 然后就是先丢1 它就1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第二名 第三一直到第7名 那再来这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 刚刚改改那个第几列 第2 如果你这没改的话 变成每一次呢 通通都放在第2 那就盖过去 ok这样就写完了 所以哦 如果你要把按照顺序做排名的话 其实呢 大概只要改三个地方 1 把小于等于7 改成等于j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for回圈的外面 再包一个这个for回圈 forj 等于1到7 那每一次就丢一个值到这个j 他就第一名找一下 丢出来 第二名找一下 丢出来 一次类推 这样子就可以按照顺序了 我们来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应该理论上这样应该ok了 资新 有没有 8 40 然后到11 应该是应该是对的 ok 那不过有同学是 因为我刚好有同学就好像在youtube上有问 老师如果我不写这样 他是怎么写 他是这样子 他没有for回圈 他这个for回圈没有 然后他就把那个j怎么写 印象中他是这样写 他也是一样他知道说要多增加一个j j的预设值等于1 ok 然后呢 他在这边多做一件事就是他j等于 什么 j加1 他写这样 然后他说 他就不太明白说 他为什么跑一次之后 他就只有跑两个号码而已 8号跟41号 但是为什么后面就不跑了 ok 看得出来吗 那原因很简单啊 主要是说如果你j等于1 对不对 他其实呢 只会从头跑到尾 所以呢 应该还好这个地方是先找到第一名的 有没有 那刚好第二名在他这个下方 第二名找到了 有没有41号 可是在第二名之后的话没有第三名 有没有 所以就就离开了啦 那也就是说啦 那也就是说啦 因为呢这个回圈只有跑一次 就没有了 所以只会抓第一名跟第二名 除非说那个名字刚好就是本来就1234567 那你当然ok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 因为他不会再重新重头再去找一遍 所以只会找12名而已 这刚好有同学confused 到底搞不清楚啦 如果你们可以再思考一下这个地方 如果你这个地方可以搞懂的话 很多地方你写起来就会越来越驾轻就熟了 以后就可以把你要的报表资料 自动把你抓到一个范围里面 自动跑出你要的报表资料 ok 请各位也许可以试试看吧 那我刚刚讲的东西 云端上也有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的第三个单元 第几页呢 第五页呢 第五页 这个第五页是刚刚的原来的版本 小于等于7的版本这个 那我后来就改了一个按照顺序的话 这个地方 这边 4NES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等于J ok 其他都没改 大概是这样 还有啦 我的答案是参考答案 如果你假设功力比较ok的 教学童也可能学很多年了 没关系 你可以再想想看 有没有再有别的方法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写你自己习惯的 哪怕是 这个 跟我不一样 都没有关系 只要是结果对就好了 因为每个人的思考逻辑不一样 想的也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可以用你习惯的方法 把程式写出来那是最好的 因为那是你适合你逻辑的 所以像有些时候 我会看参考别人的程式 但是我通常我会把它修改 因为我看别人的真的非常的不习惯 我觉得 后来发现真的每个人 思考逻辑不一样 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ok 所以 这我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写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看就知道绝对不是抄袭的 这是有我的style 你看我写出来 就是我的style 像我的程式追求几个重点 第一个 程式越短越好 所以你会发现 同样的程式 你去看别人的 哇 别人都写一大堆 不然为什么可以写这么多 对 第二个是说我的程式逻辑 越简单越好 所以 有些坊间的书籍 他不见得会按照 因为他卖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 因为坊间书籍他要卖钱 你不能写越短越好 越短越好 书这么薄薄一本 你要卖多少钱 对不对 还有呢 程式逻辑也不能太简单 因为太简单 就没有话可以讲 两下就讲完了 对 所以有些书上 他是 重点不同 所以你看书的 那个什么呢 你的那个角度也不要一样 不要一直顺着他 就觉得 哇 所以很多人光看完书之后 就可能想放弃不想学习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把它放在第三个单元的第五页 所以请各位可以再花一点时间去思考看看 因为这个真的不是那么复杂 但是需要花时间 相对的当然也蛮有趣的 我觉得就是说 另外如果你以后工作上遇到类似的状况 请你也可以把它套用上去 因为其实像程式要写得好 就是要不断的套用 不断的练习 慢慢就习惯了 那最后变成一种直觉 所以你会看到程式 我的直觉就出来 我就知道 原来这样子就ok了 这个其实 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 ok 所以请各位就是多多练习 那这个方向应该未来是不会错的 我想应该 现在软体硬体都发展成这样了 再来的话 绝对不可能说走回头路了 你这种自动化的能力只会越要求越高 所以各大企业我发现以后真的 你不要说AI要取代很多人的工作 不要说光自动化这个部分取代很多人工作 就是必然性的 因为像以前产线都能力密集 现在很多都机器了 那他口罩不是有机器出来 哪需要还有人工 人工只是可能最后在做最后的那个检查工作 或者是做其他这个机器没办法做的事情 ok 那未来他也是一样 在企业内部 人力 那人力的部分你会发现是企业最大成本 真的 老板 那是老板的话 他宁可 能够少请一个人 对他来说就是大大的节省成本 那所以呢 要怎么样节省人力成本 自动化 有没有 自动化就是导入 这个具备有城市设计撰写的能力的人 那如果是办公室的话 那就是Excel方面的自动化 Excel方面自动化 那第一个可以想到就VBA ok 那想说老师可是一般 那个 比较夯的还是Python 大家都觉得说 你看到处都说要来学Python 好像很少人说要学VBA 跟各位讲很多东西真的是潮流 很潮的 比如像话题性很够 是绝对没错的 但是以我的经验 像我在十年前交最多是Java 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Java ok 也没有人会讨论VBA 但是我那时候也有在交VBA 那十年之后的话 现在大家都讨论Python 已经没有人讨论Java了 但是现在还有人继续讨论VBA 也就是VBA三十年前就存在了 而且三十年前长得就像这样子 三十年后呢 它还是长这样子 它还是继续在默默的在做 ok 我想说再过个十年后 好像还是会 可能十年之后 Python应该没有人讨论的 但是VBA还是继续有人用 我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主要我是比较走务实的角度 因为我觉得有些工具 并不是说你今天一定要好像跟风 或者是一定要跟潮流 但最终还是要解决问题 因为如果你没办法解决问题 你用很最新的技术 那当然只是 就是有点像炫一下而已 哇好厉害啊 对对就这样 但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现实面考量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试试看吧 把那个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稍微了解一下 两个回圈做出那个按照一到七米的部分 去把它排列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底下其实 如果网络爬虫 当然除了可以用那个 这个用VBA来抓取之外 其实底下我有放可以用Python来抓 那去用Python来抓 其实大致上也都大同小异 程式其实基本上也不那么多 只是说我想我们还是先前面先把VBA部分先 讲一个段落 那之后我们会再回头 再来看一下有关就是 如果假设我不要用VBA来做 那我用Python来做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完成 ok 我看得出来 这个如果用Python来做 可能难度就会向上提升非常多 ok 而且相对的也比较不直觉 因为在Python里面 全部都要程式 你就不能用像Excel说 可以用储存格 暂时存放资料 然后呢 里面的话还有用什么Kongif Kont 第一名的这些 如果你用Python的话 变成了你就要用像Pandals 像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模组 那当然全部都要程式化 所以看起来当然比较适合于什么 真的对于程式是有非常算是高阶的应用人才 也许相对的会比较合适一点 或者说你每天都在写程式的人 其实比较OK 但如果你不是每天都爱写程式的人 可能还是要用 我是觉得结合这个Excel部分会相对的 我看起来好像实误会比较是合理一点 好 那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大概就先在这边先告个段落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来看第四个单元 所以呢 上个礼拜也有跟各位预告一下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抓取的话 实际上不像说刚刚那个UIL上面有那个参数 就是说它那个问号没有问号 也没有参数 也没有显示在上面 它是藏起来的 有点像是它把它由明信片的状态 变成是把它放在信封里面的一个 那当然你就要怎么样 懂得怎么样 把信封打开 找到它里面呢 到底藏了哪些的这个参数 你才有办法把资料抓下来 我们是举了一个啦 就是那个 奇货的那个 奇交所的网站上面 它有提供 让你查询 历年来的那个外汇 的资料 那就是美金对其他货币的 甚至还有美元对 那个新台币的 其实我是有把它全部抓下来 大概2006年以后都有 看得出来历年来应该 从2006年以后 美元对台币 最 这个 生时最极限 大概就是28点几 所以现在28点几 我在想说 哇之前从31 一直掉到28 会不会再掉到27 26 看起来 整个新闻媒体讨论是说有可能 因为这个美国经济的话 付出的话可能要 大量的那个叫QE QE就大量 硬货币嘛 所以可能美元 就会变成因为这样的关系 而量太大 它就会慢慢的 就会 就慢慢贬值了 所以 不得而知 不过基本上 我们可以从网路上资料 可以得到一些历史资料的参考 OK 那请各位也许试着 把刚刚的部分 想想看 如果 按照顺序 假如说你好其他写法 你可以想想看 不见得一定要按照 我的这个写法 那如果说你的写法 假如更好的话 那欢迎可以 再提供给我 也许可以在 YouTube下方影片 可以留一下 因为之前也是 有同学 卡在我刚刚讲的地方 他不知道为什么 OK 所以我就顺便讲一下